還有很多西人其實煮菜都不像我們中國人那些油煙那麼厲害 為什麼一定要煮個門 大家好 我是John 在這個影片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那些裝修 那些tips 特別是對投資那些 那我現在在廚房這裡 那其實它original這個property是沒有這個廚房門的 那我們現在安裝了一個新的廚房門在這裡 那接下來會有油的 這個是我們叫flush door 這些是pine flush 是木門來的 那我們接下來會有油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些是extra cost 還有廚房也不是特別大 整個門在這裡就搞得好像很小 還有很多西人其實煮東西 其實都很少 就是不像我們中國人那些油煙那麼厲害 為什麼一定要整個門 那其實呢 那個legislation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沒有門要跟它安回門 希望你喜歡看我這些video 記得我很想很 appreciate你們的支持 那我現在呢 就接下來每一個 每一天 九點至十點香港時間呢 就release一個youtube video 那如果你是within一個小時內 就是給點反應 就是去看啊 最好給個like 如果是覺得有用 subscribe 如果你不是一個subscriber 那呢 youtube就覺得我的東西是好東西了 跟著呢 就會recommend給多些人 像你那樣 新羅蘭的人 那呢 thank you你看我的video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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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